大樓刚刚发生火灾 火势成功扑灭 但却传出一名老翁 在紧急疏散过程 不见踪影 外籍看护心急如焚 因为他负责照顾一对 行动不便的姐弟 先在姐姐下楼避难后 68岁的老翁却不见踪影 才赶紧找上景霄 希望救出老翁 景霄担心有人受困 持续在大楼搜索 幸好邻居建议勇为 看见68岁老翁孤立乌园 赶紧将他带进屋内避难 驱惊一场 因为他行动很迟缓 我把他拉进来 因为外面楼园带钱 如果不把他拉进来 他可能走不下去 这起火警就发生在 北市北头区文林北路 凌晨一点多 社区大楼发生火警 一度传出68岁老翁失踪 现场我们总共救出有12名 有6男6人 那另外出现有32名 深夜火灾来得坏 去得也快 许多民众睡梦中仓皇逃生 甚至裹着棉被 就急着避难 索性火势及时扑灭 结束一场火警惊魂 记者李琴 由淘台北采访报导 在这边告诉大家 汪汪水神维生性电解次序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须要长期抗战 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 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